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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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阶 由此 赞米市 在茶馆和庙会等公众场合 乡民一般都不说 不便说 不敢说 进行地下秘密活动 要变个社会的共产党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两个小先生去当新四军 引起方奸好多一轮当新四军干共产党 抓到是要杀头的 跑男不当兵 跑铁不打钉 当时 家乡人对参加新四军和当国民革命军 都存在一种偏见 认为当兵是最低贱的差事 张震 是金牌张村人 陈祥林 是金牌陈村人 两个村子相邻 都是林河北中的穷村庄 但他们两个人的家境很不一样 张震是一个贫寒农民的儿子 农忙时放牛 农闲时才能念书 有人说他是一个很用工念书的放牛啊 是一个很聪明 有出息的孩子 但也有看不起他的人 取笑说他是灯草灰 而陈祥林 则出生书乡门第 是瓦江乔楚 晚清秀太第一名 陈绍平的大公子 家中经济情况在地方上较好 他五岁时随父读书 到当新四军时 在家乡已经小有名气 说这位陈家大少爷 不仅四书五经读得呱呱叫 有的则能到背如流 还说他练就一手好书法 鹤立鸡群 左右开弓 两只手能同时写出让人耀眼的好字 张震和陈祥林参加新四军后 一直随部队游击在周家大山的抗日前线 他们两人相互帮助 进步都很快 1945年北撤前 张震是营长 陈祥林是副团长 很受当地人的责责称赞 可到北撤时 这两个儿时的好同窗 后在新四军中的好战友 却闹翻了 各走各的阳关道 张震信仰坚定 意志坚决 一心一意 跟着新四军部队 大踏步随军被撤到山东 铁放军南下时 只听说张震离开家乡两年许 便当上了团长 全唐人非常高兴 特别是金牌张孙仁 多夸奖张震有出息 说他小时候 悟性好 就看出他长大会有出息 说他在当新四军时 形势稳当 脑袋瓜子有主见 所以在部队里 一不一个脚印 从班长 排长 连长 营长 干到团长 当年的全唐人家 对陈祥林也有不少评说 说他读过孙子兵法 说他十分熟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说他当团长时代新四军 游击小鬼子 善于攻击 有点子 常常引小鬼子上钩 有时把小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说陈祥林有学人 口才不错 能说会倒 善于总结打仗经验 说他提拔快 较早的就当上了副团长 说他适时趁心四军中萧将蒋天然的副手 特别要说陈祥林没有处心骨 在北撤途中 走到白骨边时 却鬼迷心脚 近习谢何惧众叛变 投降了国民党 当上了国民党安徽省地方部队 当时老百姓趁这是官家的土匪队伍 无为现场被队队队长 成为共产党的叛徒 成了北撤后 新四军流做地方游击队的对头 是一个同村 同宗的异类 那时全唐人家 有不少人还常常讲述张震的一个故事 津津乐道 会声会色 那是1943年中秋节的早上 张震带着四个新四军 乔装成老百姓 伴做卖鱼人 扬做上街人 他们上鱼室 卖鱼买虾 上街上 买过中秋节吃的东西 而他们的目的 是要在上街人特多的这个八月十五早上 浑水摸杀鬼 丑机会 多摸几个鬼子 摸鬼子 闹全堂 庆中秋 小街全堂 是不远无为的盛产鱼米鸣香 也许 环境使然 全堂人家便养成了一个特爱吃鱼 吃虾的天性 一些人还无鱼不餐 有的还恋有一种吃鱼的绝活 一边嘴吃鱼 一边嘴同时吐鱼刺 便有了一个突吉利的口头禅 吃鱼 吃鱼 年年有鱼 便形成了一个传统 每年中秋节 必然吃鱼吃虾 吃莲藕 吃麟角 喝地方名是赵俊庆造房酿造的烧酒 咪酒 吃月饼 赏明月 有些老夫子闻人 还咬闻嚼字 摇头晃脑 永诗赏月 以隆重庆祝一年一度的团圆节 期盼来年风调雨顺 隆家有个好收成 那天早晨 像往年一样 乡下人家的主人 多上街买鱼 买月饼 买灵角 买烧酒 上街的人 自然比平时小多得多 于是里 街心轻石条的街道中 人多得拥挤不动 张震未曾料到 鬼子换房了 那天来买鱼的 不是原占据全堂的鬼子 而是从封锁天河要塞的旧山 新换房来的 有几门小钢炮的日军 此前 每次来买鱼 是一个鬼子带一个翻译到鱼室 那鬼子 和当地人一样 买鱼室 是用手一条一条的挑剑 可这天 却来了四个鬼子带一个翻译来买鱼 一个拎着篮子 三个扛着上了刺刀的大概子枪 还举着太阳席 杀气凌人 来于是买鱼的那鬼子 事先让拿枪的鬼子 用刺刀在鱼筐里 又挑 又拨 它在旁边拾活的 简大的拿 这却是卖鱼的一个新四菌 心中发了慌 怕盖着鱼的水草 藏在鱼筐底下的手枪 被刺刀挑拨出来 一时性急 便拔出隐蔽在小腿边的手枪 砰 砰 两枪打死了一个两眼只盯着鱼矿 另一个用刺刀在筐里挑拨鱼的两个鬼子 张震知道枪声必然惊动了碉堡里的日军 随顺手抽出插出小腿边的杀猪刀 在一刀结束剪于鬼子性命的同时 大喊 乡亲们快跑 快跑 跑出街 就在张震发出快跑命令的一刹那 站在稍远一点 在和翻译说话的另一个鬼子 见此情况 变发疯似的哇啦哇啦一边叫着 一边迅疾冲出鱼尺 朝于嘉山碉堡方向奔去 很快 两个碉堡的枪声骤气 封锁了街上的所有进出路口 贺枪实弹的鬼子兵 在街上到处搜捕新四军 鬼子的哨子声和叫喊声不断 这时 跟张震一起上街的吴班长 正奉张震的命令 前去在街上开堂房的侄儿张克玉家 搭听鬼子换房情况 刚走到斗门桥处 便听到于是钟的枪声 吴班长知道出了意外事 于是 他当即冲向下街头 想跑出街外 不幸小腿中担 便折回斗门桥 躲藏在斗门桥下的壁梁傻 吴班长被鬼子狼狗嗅到 遭到鬼子密集子弹射成重伤 跌到桥下的水里 旋即被鬼子从桥下拖到桥上 拖过街心 拖到数百米外的瑜伽祠堂 捆在柱子上审问 吴国 日本军官气急了 叫小兵用刺刀 再奄奄一息 的吴班长身上乱捧乱刺 吴班长带着一身被捅穿的洞 就此牺牲 1948的这天 张震打完老奖的部队 回到拳堂 策马朝小街走 徐徐踏上青石条路面的老街 马蹄声碎 寒风嗖嗖 他一边走 一边向两个警卫员 痛说上述摸鬼子时 吴班长惨死在斗门桥下的经过 行到斗门桥处 他跳下战马 凝望着桥边平静的河水 助力良久 拖下军帽 举起手枪 再向空中鸣枪三声 大喊道 我的好兄弟五 班长 张震来祭奠你了 随即跨上战马 踏过下街头 跃上小街背的田边大路 向张族龙家嘴修灵的祖坟的走去 在他侄儿的引领下 等他父母坟前祭拜 家乡有头有脸 像模像样的人奔讯 就请商会会长邀请张团长赏光小夜 在街上看看走走 时隔多年 那天晚上 陈祥林再次与张震见了面 在国民党的溃败大势下 在中国正在发生历史巨变的档口 一个试得人心的共产党 一个试诗人心的国民党 于家乡相见 彼时此地 各自的喜爱情表 不言而喻 张震丝毫没有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的模样 照样热情 唱旭同窗情 说话很随意 只是坦诚平和地劝说陈祥林 不要跟老蒋向南跑了 尽快召集不下就地投降 或随他一道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 可是 陈祥林并没有听从张震的劝说 此时的无谓现场被队 以鸟受散 陈祥林无力召集就部 就地投降 但他在家没有走 到1951年镇压反时 喝了不少墨水的汤 大概明白 既有参加新四军的革命人生 也有叛徒生涯 自知罪恶不清 便中躲西藏 最后 跑到他父亲前妻所住的晚南青阳县 乔庄承秀轰路民工 被民兵认出 随即被政府逮捕 不久 在全唐街召开公审大会 陈祥林和曾任国民党全唐乡副乡长 兼副员 保的大宝长张自芳等十八人 一起拉到后家山下镇压 枪毙了 往事不再 并非如烟 张震和陈祥林本无交集 却因抗战 内战风云凝聚在一起 走出各自的生死路 浩浩历史 英雄辈出 他们的名字在史册中或许并不闪亮 可传奇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家乡 他们的抉择与结局 和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密切关联 当下看来 也是催人省事名利 引发内心哲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